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为提升课语新传师专业之能 并提供本县新传师就近学习及相互交流之机会 于10月15、16星期六 日甲文化局第五研习教室办理第二梯次研习课程 本次课程办理课语口说艺术研习 邀请到身兼课语教师同时熟安相声表演 客家采茶歌谣、配音员等表演经验丰富的谢小玲老师授课 从三块板教学捧头 执错古的基本功夫及透过小品戏剧的课程 利用客家童谣及朗朗上口的段子训练肢体协调能力 口语表达及表演方式 增进对客家的文化、文学了解及肢体的律动与协调感 本次研习除了南投在地 还有来自台中市的新传师纪20位报名 藉由大家共同学习相互交流 提升新传师更多之技能、丰富教学内容